我們現在帶屬萊寶的散步 對啊 你看 他從小熊為你耶 嗨 你看 媽媽這裡耶 你為什麼要頂屁 你看 他一直在頂耶 頂屁股耶 他很開心耶 他剛剛坐上車然後一出來他就超開心 對啊 他說耶 我睡醒剛好可以玩了 對啊 他一直在頂有沒有 頂 頂 頂 去哪裡去 然後他另外一個技能就是翹腳 而且他今天很乖 他今天沒有把腳翹到那個上面 對 他通常 腳都會溃上去 像大野 我們帶他逛個公園齁 繞個一兩圈 讓他開心一下 開心嗎 應該蠻開心的啦 哼哼 欸你看 這邊的椅子都有那個卡通圖 對 你看 那個是兔子嗎 還是獅子 這個 豬啦 好像什麼都不像 他的腳小腳腳要不安分喔 真的嗎 他在幹嘛 你看他的小腳腳 喔 不要翹腳了 看他的小腳腳 你在幹嘛 撿 你撿會了 而且他剛睡房 一睡醒 就來散步 心情好 是 他為什麼一直頂屁股啊 你看 他為什麼一直頂屁股啊 你不停下來看他會這樣 這樣嗎 淡定著 所以我們用 不會頂風 他才不會吹到風 嗯 他說趕快啊 還不趕快走 他不要停下來 又遇到這兩隻小蜘蛛 我這樣看起來 要不然我真的不像 五個月大的一個人 很大隻對不對 他講真的太大隻了 為什麼啊 有點肥 而且很 就是 比例比較長 你覺得嗎 因為他 應該說他可能在 肚子住太久 超過四十種 喔 所以就是 基本上應該是 所以他已經有吃了 我的營養 一些養分掉 不知道 因為之前那個 有那個什麼 這樣講蠻合理的 有人就分享說 其實在那個 媽媽肚子裡住小一點比較好 就是會吸更多的營養種 對不對 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是之前有人家跟我說 難怪 我就覺得為什麼 索蕃蜂五個月 就是快六個月大了 然後 他怎麼跟 一歲的那種 小孩子的那種 身高大小啊 就差不多 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 是不是他的比例 就是 太長 有可能 因為他已經穿那個 那個什麼 一歲的衣服了 呦 你要下去了 你要推他嗎 媽媽視角 看他頭頂上的視角 大爺 我覺得我們這邊可以加一個架子 我看有人這邊加一個架子 可以 然後就可以這樣放著 大爺 大爺 他的腳開開 好笑 就像大爺 對啊 大爺 大爺 我們回家咯 大爺 大爺 我們回家咯 乖 上去 怎麼這樣子咧 大爺我們回去咯 摸 是嗎 不 不 你